不要在出球的时候是这样发力的 出球的时候一定是什么 压轴摩擦 手离自己身体稍微近一点摩擦出去 来我发一个你看 只有在这个点摩擦的时候 我们才能把这个球发拐 因为很多球友都发不拐 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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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直板还是横板 全都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很大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都知道 是因为我摩擦球的位置不对 我碰球的位置 我碰到这个点了 所以球到台之后 它是往前旋转的 我只有摩擦到这个点的时候 左侧旋这个点 球才能往侧旋转 我摩擦这个点用力 球就往这个旋转方用力 那么我们在发球的时候 很多球友就是因为出球点不对 一触球 你看我 看这个肘 看 对 架肘 马龙是架肘发球 但他架肘发球 他是这么出手的 我们是这么出手的 肘往外拐 架肘是没问题的 架肘发球 离自己身体近是没问题 但你肘不能往外拐 因为你一往外拐 你的球的击球点就在你的球的正后方 所以我们发过去的球就不拐了 不拐了 你没有测诚成分 你的发球就是没有威胁 所以我们第一个 我们怎么能把球发拐 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讲一下 然后我们再讲 怎么能把球发转 这都是我们总结出来 这20多年的精髓 大家一定要仔细听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怎么能发拐 我们摩擦球的右侧左侧面 你看 这是左侧旋 大家仔细看 那我在触球的时候 我出球之后 重心下来 然后手臂下来 肘和大臂贴近身体 我让我的悬 整个手上的摩擦 是贴近身体的 它不是这样出来的 不是这个角度出来的 是引拍 出球 出球 你看侧下就是这样走 侧下旋 是不是拐的 侧上旋 就是把拍子立起来 侧上旋 引拍 出手 引拍 出手 所以我们在触球的时候 很重要的球 是我们在接触到球的时候 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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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贴近身体 让它形成一个弧线 这个弧线非常重要 很多球友在这个过程中 咱们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 对 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让它贴近身体 我慢点做啊 你看一眼拍 贴近身体 走 一压肘 一压臂 然后摩擦 上来 看 一压肘 一压臂 然后摩擦上来 这样去摩擦 这样去摩擦 这种摩擦呢 我们就很有可能 摩擦到球的侧面 不然你就是 球的正后方 大家在打的过程中 非常容易摩擦球的正后方 我们在触球的时候呢 在这个点 这个点 贴近身体 贴近身体 在这个点摩擦 球友们在摩擦的这个过程中 一定要贴近身体 一定要找到球的 左侧面 在这走 你如果是侧下拳 我们就摩擦球的中下部 偏多一点 如果你是侧上拳 你就摩擦球的中部 偏多一点 在这个点 在这个点 这个点和 这个点 这样去摩擦 一定是要找到 球的右侧面 这点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我们很多球友 在打的过程中 很多都是什么 在这个点去触球 千万千万 不要什么 翻轴 不要这个点 一定是 这个点去摩擦 这么去走 从球的左侧面 碰到球以后 这么去走摩擦 不要这么去走摩它 一旦这个走一架 这个球它非常容易出现 这种正后方 球就会往前走了 很多球发不拐 这就是原因 因为你怎么发 你的发力点都在这儿 比如说 高手发球 发不拐 左侧拳发球 也发不拐 是不是 所以很多球友都是 你看 左侧拳 勾手发球 总是发不拐 就是因为你摩擦球的位置不一样 你摩擦球正后方 跟你摩擦球的右侧面用力 它就往这边拐 左侧面用力 它就往这拐 所以你为什么发不拐 你就必须得 在发的过程中 一定要找到球的摩擦位置 这样的话 你的摩擦才是有效的摩擦 如果你不是你摩擦位置不对 你怎么用力 你使劲砍 球它只能产生下拳 使劲砍 球它只能往前走到 但它没办法形成这种 看 拐的 拱的 转的 侧拳球